创世纪第六章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耶和华说 人既属乎学期 我的灵鹫不永远住在他里面 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 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和生子 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竟都是恶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 心中忧伤 耶和华说 我要将所造的人 伴肘兽并昆虫 以及空中的飞鸟 都从地上除灭 因为我造它们后悔了 唯有诺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诺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诺亚是个义人 在当时的世代 是个完全人 诺亚与神同行 诺亚生了三个儿子 就是闪 含 亚佛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 地上满了墙宝 神观看世界 见识败坏了 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神就对诺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 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墙宝 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你要用割斐墓找一只方舟 分一间一间的找 里外抹上松响 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 要长三百轴 宽五十轴 高三十轴 方舟上边要流透光处 高一轴 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 方舟要分上中下三成 看哪 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 毁灭天下 凡地上有血肉 有气息的活物 无一不死 我却要与你立约 你同你的妻 与儿子儿父 都要进入方舟 凡有血肉的活物 每样两个 一公一母 你要带进方舟 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 飞鸟各从其类 牲畜各从其类 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 每样两个 要到你那里 好保全生命 你要拿各样食物 积蓄起来 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 挪亚就这样行 凡神所吩咐的 他都照样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